《八十一經濟日報》 撞擊拉美恐城下一張骨牌中國成長催喚 商品加跌 貨幣貶值 2015年7月10日 國際A7編業廷均希臘需要紓困 而六股正在暴跌 不過全球經濟環面臨下一張要倒的骨牌 拉丁美洲CNN Money網站報導 拉丁美洲各國的經濟成長現在不是減緩就是衰退 世界銀行預測 今年將市金融危機以來 拉美表現最差的年份 連全球今年表現最差的兩個股市 都在拉丁美洲 經濟學家提恩表示 拉丁美洲的虛弱反映全球展望疲弱 專家指出 拉美現在是最容易因中國經濟減緩與市場崩潰而受衝擊的地區 該地區也成為中美的貿易戰場 中國是許多拉美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 但美國近月來試圖重奪地位 但中國疲遠的成長依然拖累拉美 富國正勸經濟學家阿爾曼雪 預期成長很疲弱 巴西狀況不佳 阿根廷也好不到哪去 智利成長放緩至鑽鑽細流 秘魯明顯減緩 超高通膨讓委內瑞拉堪稱全球表現最糟經濟體 鄰國哥倫比亞今年股市表現在全球墊底 今年敵幅達13% 秘魯維倒數第二 下跌12.5% 衝擊拉美的3.C 是中國China 商品Commodity與貨幣 拉美過去十年蓬勃發展是因為中國帶動鐵礦砂 同與糧食等商品的需求衝高 隨著中國營建業採實車 加上中國政府司徒讓股市止血 意味中國流向拉美國家的現金症減少 油價崩滴也衝擊拉美 貨幣方面 美元今年走強 拉美貨幣相對走扁 此時得要購買進口品的拉美民眾與企業 得付出更多代價